在人们固有的印象里 日本中学的制服 那就是男生穿着小西服 女生穿着小裙子 根据学生的性别 穿着固定款式的制服 但是如今在日本 正在逐步进行改革 打破了严守百年的男女之大方 日本棋艺院的所有公立中学 都不再拘泥于男生裤装 女生裙装的刻板印象 女生可以选择裤装 男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 选择裙装 有日本网友认为 这是日本男性自由史上的 一座里程碑 到目前为止 能够自由选择裙装和裤装的 只有女孩子 像这回学校里面明确声明 男生可以选择穿裙子的新闻 那还是第一次看到的 福岗市教育委员会也宣布 从2023年度开始 非除学校校规中的不合理的条文 例如男生不能留西装头 女生不能输马尾便 等等等等 学校是学习的场所 而校规本是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的 连袜子的颜色都要进行规定 实在的是有一点矫枉过正的嫌疑 并且固有的观念 创造一个更自由的环境 日本的做法值得点赞 他的节目